機查人員進入超市 針對架上一盒和雞蛋進行機查 台農蛋餅承認 給全聯的巴西進口彈物標效期 緊急回收下架兩千盒 很靜靠入籍不服 這是我的所謂 對社會才發現失禮 農業部媒體群組 不只幫台農帶轉志欠聲明 還帶發新聞稿 沒想到隔天峰迴路轉 台農負責人委屈抱怨 否認標示錯誤 因為這個標示 我們輸藥署衛護部 也沒有真的說進口彈藥怎麼標示 從開始農委會委託我們 代工洗血的時候 我們看這個數量 都去查那數量什麼都沒有 那到現在還是沒有 農業部對此澄清 確實主動建議業者對外說明 但否認要台農背鍋 那昨天我們同仁有跟該業者 了解相關的處理方式 我們並建議 他應該盡速對外說明 有舒適的地方 我們也一定要處置 也不會讓廠商說謊 更不會讓廠商背黑鍋 一切依法處理 只是若真的要罰錢 台農也揚言 亂開罰一定會提告 而這些巴西進口彈全聯是唯一的通路 不過可能已經有上千盒售出 全聯今天表示接貨台農通知隨即全面下架 只要消費者有疑慮可以在11月11號前 平發票和商品到當時購物的分店退貨 不過不只台農蛋品 冠軍席選鮮白蛋也傳出 效期超過農業部公布的9月27號最後保鮮期 冠軍蛋品表示這批巴西蛋是由台農蛋品席選 前天已自主下架所有進口蛋也會受理民眾退貨 八大新聞審視後綜合報導 不只台農冠軍這個平台進口的巴西蛋 恐怕也有標錯日期的疑慮 因此來看看全台幾乎都開始來追巴西蛋的一個去處 除了之前桃園進行了追查 雖然沒有發現巴西的洗血蛋 不過有兩家蛋品工廠直接表示 受到了中央續產會的委託 要將進口的巴西雞蛋 代工製成殺菌液態蛋 還有滷蛋的商品 農業部說了 蛋品都還在保存期限之內 但是聽到這個地方 很多人已經擔心 這蛋到底能不能吃 有沒有可能轉入更多不同的液態裡面 持續透過鏡頭來追查 桃市府消保官聯手衛生局 雞茶超市和大賣場 就怕物標期限的巴西進口蛋流入市面 索性架上都沒有發現相關產品 有兩家蛋品公司表示 有進貨巴西雞蛋製成殺菌液蛋 及滷蛋商品 會做成洗血蛋 除了桃園市之外 台北市跟新北市 也都沒有抽查到巴西進口蛋 只是在桃園有兩家蛋品工廠表示 受到中央畜產會委託 要將進口巴西蛋代工 製成殺菌液蛋和乳蛋加工品 因為所有的消息來源 都會覺得說它有問題 會擔心 會擔心 可能會影響身體健康 民眾想到還是覺得有點怕怕的 其實農業部強調 這批巴西進口蛋還在保存期限內 但絕不會再上架 而是轉做成液蛋加工使用 我們是跟區域型的蛋行配合 他們可能跟一些比較大型的雞蛋商配合 他們是不是也知道這個雞蛋的來源 有沒有可能是進口的 的確有可能 業者也說 其實本土蛋液比起進口蛋液來說 色澤還是比較漂亮 不論要做成蛋糕或是糕點的蓬鬆度 也比較好 不過糕點工會卻澄清 目前使用的都是本土蛋液 調查一下他們蛋商 他們給高品液都是用國產最新鮮的 時間比較短就送給這個業者 那一定要掉 從上半年缺蛋到現在進口蛋效期物標 引發食安疑慮 民眾到底何時才能安心吃蛋 八大新聞需要主張台北相當 鎖定八大名聲新聞 記得按小鈴鐺喔